大家午安 週末愉快 在禮拜五的時間 家全指數中台一小跌 22點多的時候 那關於這個盤勢的格局 我認為今天亮縮正當回測 對於大盤一個多頭結構脈肉 沒有任何一點點改變 那其實關於整體的盤勢格局 2015年的第一個禮拜 這五天過去了 我認為假設你等到這個盤勢格局 先打一個空 9043再做多 你會覺得說 這個禮拜一開盤 這五天盤勢格局的變化 其實看起來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兆頭 那我為什麼這樣說 我等一下來跟大家 詳細的做追蹤 不過昨天劉老師跟他報告到說 從9338下殺到9043反彈0.618 除了是這根長黑黑起跌的位置點在9209 反彈0.618的位置點在9210 只要連續三個交易日守穩 未來有機會開始進行一個軋空斷 好 今天交圈指數中長以小跌22點做收 他尾盤的時候才最低回撤到9215點 那我認為日線圖的格局 來 距離這個轉折低點 現在是不是正式的三天沒有去破底了 我們大概回頭可以來去確認說 低檔區這個轉折是成功的 好 那由於這一次的這個轉折低點 是一個13 21 34 它極速還滿大的 極速還滿大的 如果成功做一個轉折 接下來一個盤勢格局 它的續航力道 時間跟空間 跟波段的一個規劃 我認為應該要規劃了比較久一點點 那我認為不必要去太過於在意這個小黑K 就像我前面跟大家分析8826 軋空盤正式站穩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是說 有機會走9讓向上 好 來每一波加全指數上攻 1 2 3 4 5 它也會正當壓回A B C 好 周線的三支五大讓要走 1 2 3 4 5大讓 它也絕對不會一波漲完 你怎麼能從頭到尾一路一路往上衝 那這樣子反而是末端噴出行情 一下就結束掉了 它一定是進3退1 進3退1 好 第一浪結束之後A B C壓回 所以這盤勢格局 我認為今天的這個小黑K的一個向下震盪 好 那應該是不需要去太過於 執著於這個小跌回撤 那既然已經連續守穩今天的震盪回撤 這個9210也沒有跌破嘛 所以我請我的惠恩Pay 這位盤時間點 我認為期貨空手的人也就要切入了 這盤勢格局不論期貨跟卸貨 今天利用低點還是要買超的 既然三次不破底 軋空結構已經完成了 那我認為接下來就如同 我前幾天跟大家報告 只要沒有看到軋空結晉訊號之前 好 這個盤勢格局有震盪的低點 要趁著利空就要趕快進場買 進場佈局了 好不好 好 如果你掌握到這樣的原則 12月31號沒有見面的一個時刻點呢 封關的時間我們總共8根漲停封關 送給大家一個蠻極力的數字 8漲停 從禮拜一 1月5號到1月9號 我在12月31號跟你預告 你要注意一下 喜洋洋2號下個禮拜一回來 是一個時間負責者 要掌儲身段向上面盤 大概就是禮拜一 好 結果 喜洋2號禮拜一噴出漲停 好 禮拜二加全指數是重挫的喔 好 可是廖老師 12月30號 31號有跟大家預告 TPK如果8天轉折失敗 但是最後一個洗盤 可能是3天有轉折 我們現買進 禮拜三也噴出漲停板 好 那當天我跟大家預告 那你接下來要開始去注意 喜洋洋1號囉 好 禮拜三的時間 結果禮拜四 喜洋洋1號漲停板 那昨天呢 劉老師跟大家預告 好 那你今天 你絕對就不能夠錯過 劉老師全新幫他挑出來 EAP低基期 週限向下洩行 我認為有機會複製 喜洋洋1號 保護生2號 週限向下洩行 絕對有大漲的一個實力 我昨天花很多時間 就在講這張股票 對不對 好 我們今天這張股票 也是現買 現噴出漲停板 好 今天也漲停了 那再加上昨天少跟大家預告一檔股票 因為 其實因為 這個盤勢格局內涵跟結構 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好多股票都會漲 那只是時間輪動的一個脈絡 我其實幫他挑出來全新PTG的股票 只是因為郁金光已經漲5成了嘛 你又不是買在80塊錢 但是今天 劉老師跟劉老師的會員朋友報告 今天是郁金光的8 13 21的一個轉折 如果要漲停 尾盤有機會表態 我們今天盤中新的會員朋友 今天直接新的會員朋友 就直接買3比多單 今天郁金光也如同劉老師 特別要上面講的 漲停板了 好 那劉老師要跟他報告說 你如果這個禮拜賺了這5根漲停板 時間不過脈絡抓得好一點點 不要去追那個郁金光的129 TPK的229塊錢 你會覺得今年2015年 真的是一個大好年啊 好 如果你已經錯過這禮拜 這5根漲停板 好 這13根漲停板有多隻朋友 我認為下個禮拜如果有一個 最後分時只要亮縮的低點 好 既然現在唯一的問題 就是這裡是一個主身段 好 我測標上面另外一行 跟他報告到說 我認為這個主身段的一個 內涵架構非常的健康 如果不趁著2015的上半年 去供這萬點 我不曉得什麼時間再去找到一個 結構 內容 背景 情境 更適合這一波行情去供萬點 好 所以接下來盤世格局 劉老師今天會送給大家一個 新年禮物 那這個禮物你一定要盯緊 好 那不要再錯過了 不要再後悔了 好不好 好 那其實劉老師 關於這一波行情的結構跟格局 我在測標上面講到 為什麼叫做低原主身段好健康 我是取那個言跟原的一個諧音 我在交權指數10月13號破線的這一週 我告訴大家就是說 我認為這裡是長線的 3-3的主身段走完 震盪的3-4波而已 理論上面我看到任何基本面的架差在 如果美國快一點進入升息循環 我認為全球股市2015的上半年 馬上又噴了 馬上又向上噴出主身段 我一直告訴大家 根據過去歷史循環的背景 好 美國的FED只要進入升息循環 我們台股至少漲1700點對不對 所以我在10月16時期我跟他遇到 加權指數8501如果見底 我認為至少這一波是千年以上的行情 你要跟著劉老師掌握利空布局 今年大賺的 趁著利空跟著劉老師買 好 那個時間內好多股票都好便宜喔 150塊錢的TPK 你買了可能賺了一根漲停板 我們是爆了整整五成 郁金光連續兩次回來80塊 從9月11號到9月23號 一次去頭去尾 我們買到3筆多端真的已經買好了 跟中間有提早賣 但是最後一個賣點 9月11到9月23號 你去頭去尾也是四成的價差 好 這樣至少六根漲停板 第二次再這個 重新又壓回來 77.9等一塊錢 好 買到3筆 到這個120塊錢全數新 又是六根漲停板 去頭去尾又是四成 好 最低到最高至少賺五成的價差 好 那今天在漲停板 就是第13根漲停板囉 好 我想要跟大家報告什麼呢 最主要是跟大家報告是說 投資朋友 如果按照我們規劃 那月限看起來也是三個月不破底了啦 三支四應該是確認了 你現在的佈局 就是回來一個趨勢性的方向 9593會不會過嘛 所以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要佈局 加權指數在過9338之前 有這個利空佈局 最後的買點喔 那不要等到過了9338再去追 現在有好的股票 這個禮拜大盤等於說 還沒有這次開始急漲 已經五根漲停板了耶 好 我們來跟大家聊一件事情是說 我為什麼說低油低原 主生斷好健康 來 假設全球真的要有一波 主生斷相當的行情 真的要有一波主生斷的行情 好 我問大家是說 我們最好是弱勢台幣 弱勢歐元對強勢美元 比較容易有主生斷 好 你看歐元區的經濟 其實我認為是德國的陰謀啦 他就故意去卡著希臘 卡著西班牙的一個這個貸款 國債的一個購買 為什麼 讓他們去炒 這樣歐元自然而然下來 歐元下來 在歐元區最受惠的國家 是哪一個國家 好 你可以發現到現在德國 即將要三角形收斂型態 有機會噴出向上了 美國其實很不願意是強勢走美元 可是就是壓不下來 因為它的經濟是最好的 那到底是一個低油價的背景 跟高油價的背景 比較容易創造企業大幅度的獲利成長 還是高油價 想清楚喔 好 再來 2015年全球大選年 如果你要買股票是等到 好 大陸的大媽來買台股的時候 你在進場佈局 還是趁著大媽進場之前 現在就滿 你有沒有發現12月30號 金管會主委說 放寬10%漲跌幅的限制 今年年底要取消融資券的一個限額 這個禮拜又丟出來說 禮拜三說大陸可以來買我們台灣的股市 昨天又丟出來 這個行動支付不需要試辦了 直接開始進入金融3.0的時代 你有沒有發現接下來不論台灣拼命的丟政策面 在接下來今年年底要實現的利多 更何況除了台灣要總統大選年 在接下來全球 德國 歐洲 美國 法國都一樣 全部都在2016年 四年一次的大選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你去對照道琼 在過去50年或80年的歷史循環裡面 總統任期總統即將改選的前一年 股市的表現狀況怎麼樣 沒有差過 跌 小跌 漲都是大漲 那事實上我們這四五屆的總統大選 前一年股市都有很好的表現 那你已經看到了 陸陸續續的許多的政策面積多 最主要它的結構背景就是 剛好在大選前一年 它會想辦法用各種方式來製造市場 有一個比較往健康的方向去發展 那如果這個磐石格局要有一個經濟大幅度 繼續去比2014年大幅度一個成長 難道不是一個相對台幣一個低位階 可能在32到34元這個低位階的時間 讓我們全球最有競爭力這些外銷電子股 去拚業績嗎 好 再來就是 OPEC跟美國頁岩油的一個競爭 我一直告訴大家 頁岩油平均開採成本在70元 OPEC的一個平均成本 最低可以到30多塊錢20塊錢 所以在這個結構背景之下 它就是故意要讓美國頁岩油商沒有辦法賺錢 可是美國因為技術 因為科技創新的實力太強 有些頁岩油開採成本它已經降到40塊30塊 所以即便現在油價跌破50塊錢 有一些頁岩油商還是繼續賺錢 而且它初期的建置成本要鑽那個鹽洞 要去裝那個管線的時候開採成本比較高 接下來只要量產出來 頁岩油的一個成本也會往下降 所以很可能接下來一兩年全球都維持著一個 原油的一個報價很可能45美元到70美元以下 是一個非常好的接下來一兩年 好 油的消費價格降低了 我就會多出可知被所得去進行一個消費 所以為什麼美國股市永遠下而來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下 我說剛闡述了三點 我認為有幾個三個互相對立的情境背景 你把它對照起來 難道低油低延全球總統大選年 這個不是一個最健康去醞釀接下來的組成 那最好的背景環境嗎 好 那難道你要一直美元跌 然後台幣一直漲 然後壓抑我們台灣那個外交出口競爭 你難道希望看到油價現在110 接下來往上噴出 每次原油噴出到100多塊錢以上 都是全球經濟反轉點 你沒發現嗎 所以我認為今天測標就告訴大家 低油低元 就是低的歐元對強勢美元 等於相對來講也是台幣相對貶值 其實是對於台灣經濟 要醞釀一個組成團 最好經濟的完美背景 好 所以今天劉老師不跟大家講太多 那其實技術面的形態 教學幫我已經告訴大家 你認為9593會不會過 會過的話跟著劉老師在低兩區 現在就要積極進場佈局了 好不好 我舉一檔例子 我在12月中旬的時候跟大家聊到一檔股票 好 這檔股票叫做3406的郁金光 好 12月中旬左右 20幾號的時間點 外資突然調高大力光平等喊到300 3000塊錢 2013年的前三名排名的股王是大力光 漢威科跟金華 那我問大家說你記不記得 在2010年的時候股王是誰 TPK跟宏達電嘛 好 不要等到他變成股王了 你再來尋求投資的機會啊 等到你認識大力光 宏達電跟TPK的時候 你就買1000塊錢了 好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看著指標性 比如說 你就是看著外資的一個研究報告去找 為什麼外資看好這個題材 明明一個投資主軸 好 現在重點不是說 今年的股王是誰了 那2015年誰會是股王咧 那比如說真的你看好大力光 光學族群會漲 那有誰相對於大力光是物美價廉咧 好 這是今天的郁金光 我告訴我的會員朋友說 來 郁金光 我認為有機會做一個強勢向上的走高 今年業績 好 重新切回蘋果供應鏈 好 它只要有四分之一的 這個大力光的投資價值 那那個價位在哪裡 好 先前從100塊漲到300多塊錢 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在蘋果供應鏈 然後後來掉了兩年單 掉了蘋果訂單 那今年重新切入蘋果供應鏈 你一定要密切追蹤這檔股票啊 前面一次一出手就是賺五成耶 好 今天早上請新進的會員朋友 所有新進的會員朋友 106塊錢直接買進第一第二筆 好 時間也是在這個位置點 好了 我看到畢竟12點左右的一個位置點 我告訴我的會員朋友說 今天是5 8 13的一個轉折 好 那我認為快就是今天尾盤 晚一點禮拜一回來就有些像噴了啦 那你今天買到兩筆了 新會員你就麻煩大家108塊錢 試駕你直接買到第三筆 時間點在這裡 好 現噴出漲停版了 好 說這邊喔 劉老師是在100塊錢跌零版那個時候 帶你買回來 但是新進的會員沒有 時間轉折到我也沒有讓你錯過 好 來 預金光如同我們預告 好 現噴出了低跟漲停 這個是已經從兩個波段 從9月11到9月23 10月27到12月3號 到現在為止12月22號買 再噴出的第13根漲停版 我告訴我會沒有說 好 預金光 讚 按照我們規劃 今年其實有大幅度 好 喜洋洋 祝週末愉快 老師朋友 如果你在100塊錢 我們是在12月22號就跟大家預告的 第三筆多端我已經買到滿了 好 你買在100塊錢 10張你已經大賺11萬 那新進的會員朋友 現買又現賺11萬 那劉老師跟大家預告的喜洋洋4號 你昨天進場佈局 今天有沒有100萬佈局 又現賺7萬塊錢呢 好 來 我們是在這裡買 這裡出清 好 第一次在好像17號的12時刻點 跌停版的那個位置點買 好 第一 第二筆 背離12月22號加碼到滿檔 第三筆直接買 那今天有新進會員朋友 12345 為什麼劉老師跟大家預告時間轉折 準準準 該送到大家手上的掌停板 沒有任何一檔 迷失掉這個時間波 為什麼 為什麼劉老師跟你預告 隔日起算的時間變盤轉折 才是真正的變盤轉折 好 來 是不是距離這根K線 隔天才是5天的轉折 好 所以6 7 8 距離這個轉折高點是8天 好 那今天放量一個突破一個短波組成段 下個禮拜也要密切注意這檔股票 這邊有小缺口 再太跳高開 另外一個導狀反轉的一個噴出段 就有可能實現了 好 投資朋友 可是你跟著劉老師操作 我們是這裡買到三筆 好 上跳三空三個缺口的時候 出道只剩一筆單 12月3號全數出清 我甚至於在129當天我就跟他預告 你追在這裡不套你套誰 好 等到壓力下來 從12月27號這個波段布局 好 這個布局已經一口氣大撞五成了 10月27號跌停板中壓大滿 好 來 無浪加KD背離 會噴出一個向上 蟹形向上噴出主身段 好 一直到12月2號 我已經在之前已經跟大家預告 不能追了喔 你追在這裡不套你套誰 後來套了四根跌停板 對不對 那你還有隔天反 我告訴大家第一浪已經結束了 因為扣底值連續扣高 隔天亮縮回側你要全數出清了 來 全數出清了 大撞五成全數出清了 等到如同劉老師預告 一根 兩根 三根 四根 跌停板 好 我在12月27號這裡先買第一筆 這裡把它買一買 告訴你接下來 主身段還是有這些向上便盤 今天有沒有如同劉老師的時間覆會預告 再賺一根掌停板 所以我用玉金光的一個解盤 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同志朋友 2015年第一個禮拜有個好的開始 你其實也可以跟著我的會員朋友一樣 這個禮拜六號是用盡了所有心思 想要送給大家豐厚的新年禮物 沒有任何一天密死掉 該掌停的準時報到掌停板就出現了 好 所以下個禮拜 就如同劉老師送給大家的致富格言一樣 好鼓勵空找買點 下個禮拜可能是最後一個 切入主持單項噴出的機會了 好 如果你已經錯過了前面的這一波 專門鎖定一個月行情的 我們最後一批最後一批的鎖定1月 只限20個名額這一批的一個會員朋友 我已經跟他預告了 加權指數漲滿1000點 我未來就不收短期會員我要漲價了 所以不需要後悔 下個禮拜劉老師繼續努力 我一定想辦法掌停板加倍奉還 好不好 那最後的這個20個名額真的是最後一批 你如果再錯過一個禮拜 也沒剩幾個禮拜就要新年封關了 想要賺錢 想要自己加薪想紅包 好 這一波你愛巴阿 好不好 詳細內容直接掐詢 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休息小鐘之後再回來 讓我們先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看一下 從一起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板桥三字头 机会不再有 全民买得起的超级城市 Super 2 超级城市 超级城市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获得头部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头部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用心的头部 顾得头部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头部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板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挺你的头部 顾得头部 请先约 太太啊 站你一下 你刚才不是才去过 我说不知道 有人介绍你 熟悉村的分 是水的 就那啊 故意市场的阿龙介绍的啊 大哥 来路不明的烟很多是走私的 运送过程中可能浸泡到海水品质会变差 没有检验的烟 胶油 尼古丁都很有可能超量 而且还淘落烟酒税以及健康福利捐 好 回来我们现场 昨天其实刘老师花很多时间跟你聊这一档 我认为真的很有机会一档股票 一档穿戴装置 因为底部已经完成五根掌停板 上去有对称车幅至少赚五根掌停板的 穿戴装置半导体股 周线也是向下卸行 来 整个空间是300块钱 三分之一个波段 只要这里的转折成功就是五成一倍 只等量表态 然后立即是全新切入联发哥 其实这档股票我们在五六十块 我就跟我会员朋友报告说 我认为它有复制成新的实力 结果今天在加码先把先喷出涨停板 好 如果你可以在四天之前 73块钱进场 10张已经大赚10万块了 好 今天已经供到83块了 你动作要快了 消息已经出来了 消息已经出来了 今天量喷到2万张 先把先出涨停 这才是主圣诞确定的第一根涨停板 历史最大周量 好 我其实在1月6号的时间 你已经带我的会员朋友 1月6号 早一点加入73块钱买 你也可以买在76块钱 你也可以买在79块钱 你也可以在今天80块钱买 我不希望你去追100块 好吧 好 最后一批 刘老师所说的洗洋干凌股要进场布局了 这个状案不要再后悔了 预祝大家投资顺利 我们下周再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莫非是情书 在下不需要 请别再来了 是的 我知道 会记录并将停止利用你的客资行销 接到银行电话行销时 表明您的意思就是维护您的权益 若不愿意接受行销 应明确拒绝并告知 您是否有充分的了解 若接受行销 应充分了解商品内容 交易成立需要签约 电话行销重诚信 明确回复免烦恼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得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 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单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意 顾得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力气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顾 顾得投顾 台风豪雨来时怎么办 不怕不怕 提醒您要准备水 干凉和手电筒哦 记得关门窗贴胶带 堆沙包 随时注意台风豪雨 请不吝点赞 订阅